为了让熊爸有喝不完的名贵好酒 蓝胖子用道具孵化了一盆小酒瓶 放生在河里后长成了一堆大酒瓶 这又是用了什么神奇道具呢 话说熊爸晃了晃手里的酒瓶 这瓶昂贵的威士忌已经所剩无几了 熊爸打开瓶盖 倒了小半杯出来 每晚喝上一点是他一天的乐趣 可惜坚持不了几天了 大熊说没有了再买不就行了 熊爸却说这酒可不是能轻易买到的 这瓶酒是社长送给熊爸的 名字叫做威士忌的传说 闻上一闻芳香四溢 喝上一口赛过神仙 大熊都替熊爸感到可怜 喜欢的酒竟然不能喝到天长地久 这可是老爸少有的爱好之一了 大熊问蓝胖子能不能把酒变多 蓝胖子直言轻而易举 大熊一听高兴了 赶紧下楼向老爸报喜 直言蓝胖子可以把酒变多 熊爸听了都感到惊讶 想到名贵的威士忌可以倡议 熊爸感觉就像做梦一样 这可真是个好消息 大熊让蓝胖子快点开始 于是蓝胖子拿出了产卵液 喝了它就能产下卵了 大熊听了有点蒙圈 蓝胖子说鱼苗孵化后放声到河里 大熊越听越迷糊 鱼苗会在大海里长大 然后再回到原来的河里 大熊让蓝胖子停一下 一问才知道蓝胖子说的是鲑鱼 日语中鲑鱼和酒发音一样 可完全是两码事啊 现在如果跟老爸说不行 都不知道老爸会有多失望 蓝胖子让大熊先把那瓶酒拿来 现在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大熊打开了盖子 首先要做的就是把产卵液滴在酒里 只要一滴就行 可酒瓶怎么会产卵呢 好在蓝胖子有办法 他又拿出了一瓶配对液 当然也不能保证一定会成功 蓝胖子又滴入了一滴配对液 接下来就等待奇迹发生吧 蓝胖子拿起酒瓶观察了半天 貌似里面有动静了 蓝胖子让大熊拿个脸盆过来 大熊急急忙忙拿了过来 蓝胖子把酒全部倒了进去 两人一看有些震惊 脸盆里都是黑色的鱼卵 蓝胖子提醒大熊别离太近 里面有酒精很容易醉倒 大熊的小脸都有点红了 鱼卵慢慢孵化出来了小酒瓶 大熊和蓝胖子看了很高兴 这些小酒瓶看起来真可爱 蓝胖子让大熊一起走 接下来要把小酒瓶放养到河里 两人来到河上方 蓝胖子全部倒了下去 小酒瓶连酒都倒进了河里 小酒瓶们顺流而下 他们会去大海里长大再回来 大概需要三天左右的时间 大熊和蓝胖子很是期待 转眼三天过去了 大熊邀请静香一起去抓酒 静香以为他说的是鲑鱼 小夫和胖虎说大熊是骗子 那种河里不可能有鲑鱼 这是蓝胖子拿着钓具来了 还邀请大家一起去钓酒 静香感觉蓝胖子不会说谎 于是大家决定一起去看看 可蓝胖子说耳料是下酒的花生 这让小夫胖虎都震惊了 一行人来到河边钓酒 可钓了半天也没一点动静 小夫和胖虎感觉被骗了 蓝胖子也感觉有点奇怪 他决定去河里看看怎么回事 于是一个猛子扎了下去 河底到处都是肮脏的垃圾 河水也是浑浊不清 蓝胖子浮出了水面 告诉大家河里一个酒瓶都没有 小伙伴们一听蒙圈了 质问大熊酒瓶是怎么回事 大熊和蓝胖子失望地回到了家 大家都以为上当受骗了 大熊指责蓝胖子道具太敷衍人 从开始他就觉得不可能实现 蓝胖子说大熊才是始作俑者 两人一言不合就吵了起来 蓝胖子主动来找熊爸道歉 直言让酒变多的方法失败了 熊爸虽然很期待 但失败了也没办法 这时新闻里报道说 河里出现了像酒瓶一样的鱼 正在往京东湾方向游动 蓝胖子一听高兴地跳了起来 赶紧跑上楼去找大熊 直言酒很快就会游到这里 可大熊说明明河里一瓶都没有啊 蓝胖子也感到很疑惑 大熊问会不会是河水太脏了 蓝胖子认为有这个可能 于是他拿出了水质清净机 用它可以把河里的垃圾清理掉 即便是河底也能轻松清理 河水也会因此而变干净 大熊和蓝胖子一直清理到太阳落山 他俩很期待那些酒可以游回来 两人已经把能做的都做了 望着远处的河流 大熊仿佛看到了什么 下游起浪了正往这里来呢 仔细一看是长大的酒瓶 大熊和蓝胖子高兴坏了 他们的计划成功了 这下熊爸有喝不完的威士忌了 蓝胖子用力扔出了渔网 把河里的酒全部网了上来 大熊和蓝胖子共同努力 这次真是一个大丰收啊 胖虎小夫和静香正在路上走着 忽然一滴水落在小夫脸上 三人抬头一看都震惊了 原来是大熊蓝胖子 提着一网都酒路过